好 同样是行车安全 在国道上面开车的话 如果要变换车道超车的时候 真的要小心 就有民众发现说 在这个国道一号的云林陡南段 当时有一辆黑色的轿车 当时它在超车的时候失控了 所以就先撞击到了同向的休旅车 然而这个休旅车的驾驶受到了惊吓 又赶快往外侧车道来开 并没有注意到后方有货柜车 还好当时货柜车的驾驶反应很快 是紧急的闪开 并且也踩了煞车 车轮是狂冒白烟 惊险的画面把所有人都吓坏了 国道上一辆黑色轿车 从中线车道开到内线车道响超车 车身却开始左腰右摆乱晃 轿车失控撞休旅车 车壳喷飞被撞了休旅车 下一大跳又紧急往外侧车道开 后方货柜车差点撞到休旅车 先往左边急闪再踩煞车 车轮狂喷白烟 快过快过快过 不要再快踩 目击驾驶看到吓坏了 超怕货柜车也失控撞过来 急踩油门逃命 车祸发大变换车道 罚者是处新台币三千年以上 六千年以下之八款 车祸发生在国道一号南下 云林陡南路段 警方说肇事驾驶没有酒驾 但他超车失控撞休旅车 自己的车子也撞坏 还差点害货柜车失控 还好货柜车当下有稳住 才没有引发更严重的连环车祸 华市新闻熊柏阳宗颖吴建宏云林报道 快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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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